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骂刘德华没共 没有想到提到天大铁板 不只被演艺圈大姐大邱立宽 标粗口骂他 知名狗仔葛思琪更大爆料 王定宇曾在小三进总统府 和蔡英文吃饭 当时蔡总统还亏王定宇 怎么带这么貌美的助理 他是坐了他的车陪同进去的 他并不是政治全年的人 他并不是政治人物 但他热爱政治 葛思琪还加码po出截图 说王定宇在深夜传讯息 给这女子说我想要你 王定宇平常的赖头像 跟截图上跟女子对话头像 看似的确一样 难道除了敲房东严若芳 已婚的他还有其他桃花 我只觉得好笑 这么明显的错误 还敢拿出来造谣抹黑别人 难怪曾经被人家称为最弱 最爱撑的狗仔 从来不念道别的东西 我的包吻俩都是实大师 本来想说难得利他 但越来越扯 我想就让法院把事情历清真相 这不是APSOP吗 我哪一次没有赢过 你最好告我形势 别告我民事 你不要用一种赖招 过去狗仔挖出王定宇 和严若芳传绯闻闻 葛思琪说 你怎么在其他女人面前 形容你的前方东 和吹嘘自己 我听完都吐一地 不是穿西装就叫正经人 还说手上还有核弹级爆料 他有告诉我一些 房东跟房后的事情 我听到觉得很恶心 很受不了 有一个更恶心的是 我真的很不想讲 开始觉得很好笑 越来越扯 那我已经请律师处理 双方隔空 及猎户杠 王定宇还在脸书 画一只狗 讽刺狗仔 但葛思琪 这么回呛 画一只狗 你怎么不画一个球力款 就是40条软子吃而已 他写流略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怎么把自己 立法员当成是像艺人一样 王定宇当初脚踩天王 万扣刘德华红帽 恐怕他怎么也想不到 反作用力竟然会如此大 记者送报道了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